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略了门徒培训 若你要追求的是可目神中所得着的喜乐 一不小心的话 也可能一直看不开 在成就应许之前那过程里的艰难 若你愿要得着的是神的爱 却没有真理的话 也可能会弱到只要平安无事 人间里的博爱和情感意志 若你凡事上都要认识神为神性的理由的话 也有可能会失去基督卑贱的荣耀 当中因为时间表一直延迟 无法成就那完美的 而却在很多事情里忧虑起来 其实我只是指出一些例子 这些都没有什么大错 都是我们要追求的 只是说主基督就是那里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怎么说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 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不废掉神的恩 亦若是借着律法得者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是信仰里的根基 也是追求一切信仰生活的目标 让我们用三方面来认识 一 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 我想这句话包含了 保罗在菲律比书三章的告白 有在基督里所显明的 人性和神性 谁要我们得着的 就是一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得着的不是自己所定出来的复兆 条件都是上帝所赐的 无论是在世人 看起来卑贱或者高尚 若没有基督的话 只有显明人的软弱或骄傲 却都是罪行 然而在基督里发现自己 这肉体趋向的时候 就会发现不能够靠自己 需要舍去自己 像那得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幻灵 相反的 若你对活出基督不是很积极的话 你里面活着的还是劳苦重担的自我 同时废掉了神的恩 我们要怎样活出基督才能得着基督呢 已经走到末后的世代了 不得不要在二十四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 凡事查验活出基督的载路 这就是二 凡事里二十四小时里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剂 你若是已经有了基督 就拥有了神荣耀的话在你生命里 所以先要接受自己是万福之源 若你是这样活的话 反而更加发现 人就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但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这世代里 不离开已经有正统神学的根基 只有活剂人生 才能确定自己的信仰是否踏实 有根基 另外圣经也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不只是有限制与肉体经历圣灵的恩赐 才能活在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心意更新变化里 最后 我们要怎样防备假信仰的 就是以得着爱 做爱的仆人的这个眼光来查验 我们再看一看 加拉台书六章一道时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读四节就好 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却以为有 就是自欺的 第九节 我们行善不可上至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像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怎样 三 要常检讨 是否有造就教会的爱 的运行 若是得着 做了一切 却没有更发现 原来都是基督爱我 为我舍己 有何益处 这不是说 我们有生命就好 所以神学不重要 恩赐与活动项目都不重要 相反的 我们在这一切所学习的过程里 要保守的是能造就 众肢体和众教会的事工 因为阻挡我们信心增长的 就是没有爱的运行 有时候 我发现战场上 所给的这个疲累 叫自己体力不足 事工要前进 人要牧养和照顾 却也有很多积压下来的 这个任务没有办好 所以有时候 急忙而快起来 用止不当 伤害了肢体 甚至给予藐视 有些教会的印象 但是像经文所说的 我们不是为着 要爱和期待 众教会的蒙恩 走向传福音到地极 甚至为中东和以色列 会悔改信主的耶稣基督 你吗 不要停止检讨 造就众教会的祷告 只要继续破碎自己 继续学习建造在基督根基上 因为起初和过程 都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藏